欢迎大家出席商界环保协会 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 建筑环保评估协会 在香港赛卖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捐助 以及环境及生态局 教育局和基电工程署的支持下 赛卖会六建环平学校计划闭幕典礼 这个宝贵的学习体验 令同学可以跳出常规的学习模式 透过不同的体验 同学可以从小认识六建环平 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环保的种子 我们很开心参加的一百二十五间学校 全部都得到六建学校的环平 如果说减碳方面 我们就减了百分之二十七%的碳 用电量就省了十个百分之二十 就着聚焦在碳中和学校那里 学生你觉得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环保的设施 令到我们去收集更多数据 了解学校的设施方面 是否真的能够减碳呢 我们在不同的学科里 引入很多议题 让同学去发挥 例如初中的设计科 每个同学都要做一个Smart City 如何用环保的概念 做建筑和小社区 两位校长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要实现环保 特别在儿童身上 就不只是说 因为概念来说很模糊 你不如将说的东西变成实际 变成硬件 变成行为 变成他真的要做的东西 以至于我们的努力和成功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让学生在智能的学校环境中 加强绿色建筑的概念 教导并鼓励他们作出行为上的改变 一起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